烟笼寒水月笼沙 秦淮河上 一美丽女子竟赤裸上半身 让其丈夫在背上作画 她就是秦淮河第一名纪柳如氏 这时的她是在玩规格情趣吗 不 她决心赴死 而她的丈夫 却说水太冷 不下 柳如氏的一生可谓才华横溢 却历尽波折 她的命运和明末清初的时局动荡 紧紧相连 在经历爱人出走 江山动摇 改朝换代以后 她最终于所爱之人终老与红豆山 柳如氏本命杨爱 由于家贫 父母双亡 她从小就被略卖到吴江为壁 那时她叫刘颖 因出众的美貌和聪慧的天资 被周府挑走 独享专宠 虽为专宠 却只是地位低下的势必 好在这时期 她接触到了诗词歌赋 也开启了她才华横溢的一生 周老爷死后 正值妙龄的杨爱入籍为歌迹 改名为杨颖莲 在乱世风尘中 往来于江浙精灵之间 但求安稳度日 因赴有诗书气自华 加之其魅惑众生的相貌 很快她成为秦淮河畔第一名忌 而她却只想早日赎身 脱离这个环境 在一个夜晚 她与陈子龙偶遇 早就听说陈子龙的事迹的她 对她一见倾心 二人情投意合 暗许终身 然而 陈子龙早有家世 当时正是明朝的最后时期了 风云鬼绝 随时可能先翻众人 作为后来人 我们知道明朝的气数已尽 然而 身处那个时代的人 并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血雨腥风 因为陈子龙要南下抗清 最终因身份劳艳纷飞 柳如是情绪低落 前往武侯慈拜夜 在这里她目睹了很多壮士为国捐躯 却尸骨未寒的惨剧 百姓名不聊生 她决定将过去故隐自怜的自己彻底埋葬 为自己启名柳如是 我见青山多妩媚 廖青山 见我英如是 并留下了海内如今传战斗 填横目下一堪愁的诗剧 表达了自己为卑微感忘忧国的决心 也正是这句诗 让她与另一位文人默克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柳如是生的英气十足 曾女扮男装多次与秦怀才子五文弄墨 对前千亿的才华早已仰慕已久 在她恢复自由身以后 曾经结识的一位文人 劝她公开择夫 柳如是早日不是过去那个 为了儿女私情而姚伟起怜的弱女子 她的心胸宽广 早日超越了那个年代人的境界 她大大方方为自己挑选丈夫 然而青年才俊众多 她却一个也没看上 在她心中 那个纵情诗词 却心怀设计的前千亿 早已走到她心中 经有人介绍 她和前千亿相遇了 虽然相差三十六岁 但两人一见如故 她和与前千亿以诗会友 以诗为美 二人惺惺相惜 因为互相欣赏走到了一起 五十九岁时 前千亿大理 迎娶了二十三岁的柳如是 当时非议四起 民众议论纷纷 因为按当时的习俗 歌迹是不能被明媒正取的 只能在晚上偷偷送入腹中 前千亿看出了柳如氏的伤心 决心为她破例 八台大叫 明媒正取 婚后前千亿为她在渔山 盖起了将云楼和红豆馆 两人同居将云楼 纵情山水 谈诗论词 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然而 山羽欲来丰满楼 巨大的变故随之而来 当时北有达子兵 南有李自成 大明江山摇摇欲坠 前千亿和柳如氏 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前千亿主张开城祥青 而柳如氏却深安国家大义 劝他自尽以保明节 而他也将随他而去 保住明节 没想到最后时刻 前千亿却以水泰冷为由 拒绝殉国 柳如氏伤心过度 独自投入冰冷的江河 虽然被救了上来 但他与前千亿的感情 却出现裂缝 考虑到华夏文明 还需传承 前千亿剃发 一府北上做官 他们二人 一个远去北京 做了清廷的官员 一个南下去追寻 抗清的南明军队 在反清复明的过程中 柳如氏听见百姓说 管他哪个朝代 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就行 这给了柳如氏 极大的震撼 他开始接受清政府 并原谅了 前千亿的所作所为 前千亿在北京 过得并不顺利 被调侃为二臣 任谁也受不了了 何况他是一身傲骨的文人 受不了被排挤 一身才华却无用武之地 他辞官回乡了 和柳如俩人 过着平淡的日子 一天 陈子龙来找前千亿 希望能资助他 继续反清复明 前千亿没有拒绝 在给他准备好钱财后 被清兵关进了大楼 这时的前千亿 已决心赴死 柳如氏去牢里看望他 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 希望他能活下去 柳如氏在外散尽了家财 想办法帮助前千亿 最后 陈子龙独自扛下了罪行 前千亿被放了出来 物是人非 繁华过境 他们又破镜重圆 在红豆山庄 过着普通平淡的田园生活 商女也之亡国恨 柳如氏的一生 都在追求自由 爱与尊严 她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名忌 绝不是简单的 因为才华和美貌 她有普通女子 所没有的政治抱负 国破山何在 成春草木深 当国破家王时 她进头水以身殉国 这绝非是一般女子 能够做到的 王国为平其为 女中丈夫 本片用克制内敛的镜头 讲述了柳如氏的一生 偏记录片式的镜头语言 诉说了柳如氏一生凄苦 却肆意洒脱 影片中出现的停台宣泄 烟雨迷蒙 彰显了本片清冷的主基调 充满独特的文人气息 万千用它清冷 孤傲的表演和气质 掩活了柳如氏 还原了真实的柳如氏